注意看原本平静的列车 下一秒就遭到污秽包围 所有人都被吓得慌乱逃窜 唯独眼前的小女孩例外 只见她迅速从腿上掏出符咒 接着一阵咒语响起 空间立马发生转变 而她在戴上面具的那一刻 与污秽的战斗也正式打下 女孩年龄虽小但实力强大 打得污秽们节节败退 其中一个污秽健壮 开始吞噬同伴进行强化 下一秒进变成拥有翅膀的怪物 污秽一脚将女孩踹下高桥 而女孩也明白必须得加强防御 只见她从怀中掏出金刚斧 身体瞬间变得肩不可摧 就连破墙而出也毫发无伤 看着污秽准备将自己吞下 女孩拿出神力符掰开大门 随即拉开身位用出火焰符 施展出大招绝火灰烬 强烈的火光附身在剑刃上 瞬间破开污秽的身体 但在解决掉对方后 女孩也陷入了虚拖 在最后关头打开回到县世的大门 女孩名叫红旭 是这个世界杰出的阴阳师 他们的使命是 驱除恶灵污秽保护人类 不久前红旭接到家族的命令前往东京 结果却告知有一个人 竟比他还要优秀 如果对方出手的话 他的神子之位堪忧 而这人便是厌魔堂禄 曾经的他十分优秀 在同龄人中出类拔萃 但在经历同伴惨死的悲剧后 陷入自责的他放弃了阴阳师的梦想 每天都在追求恋爱的路上寻求解脱 然而却遭到了无数妹子嫌弃 毕竟除了阴阳师外 他再也没有其他优点 就在红旭与污秽战斗时 家中的亮物等人也察觉到危机 便准备拉上陆卢一起前去战斗 但陆卢并没有走出阴影 当场拒绝冲出门外 来到一座大桥后 陆卢开始感叹过往 发誓绝不再成为阴阳师 可下一秒就撞见虚脱的红旭从天而降 陆卢直接冲出去将对方抱住 结果双双坠入爱河 上岸后陆卢瞬间被红旭的身姿吸引 可红旭却掏出地图向他问问 面对美女的要求 陆卢自然不会拒绝 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这家伙居然是个陆痴 但红旭表示没有关系 请他吃东西就行 刚刚丢的面子 这下必须找回来 于是陆卢直接将钱包交给对方 只是在回到他身上时 却变得空空如影 而他连吃的权力都没有 简直不要太惨 接着两人继续朝目的地出发 然而下一秒 污秽居然再次出现 在孩子快要被吞噬至极 红旭一马当先 直接将两柄长剑扔过去 污秽的身体被瞬间瓦解 而陆卢也大为震惊 他没想到红旭的实力这么强 但危机并没有解决 几只污秽再度出现 将红旭等人团团围走 而红旭却丝毫不怕 同时用出五种符咒强化神 接着他抽出双刃 用出十六页彼岸之舞 将速度提升到了极致 随着刀光的浮现 污秽们全部被拦腰斩断 用符咒制好男孩的伤势 就在几人准备离开时 一只蜘蛛形态的污秽突然出现 红旭留下来断后 让陆卢赶快将两个孩子带走 但这只污秽的能力十分强大 红旭被直接拍飞 如果不是昼装保护 他此刻已经牺牲了 但红旭绝对不会逃走 这是作为阴阳师的使命 为了创造不受污秽摧残的未来 他们一直在不羡慕 这同样也是他的梦想 陆卢的内心深受触动 但红旭却顾不上阵队 直接提着双剑朝污秽重去 对方的防御很强 逼得他只能用出龙莲花之舞 下一秒成千上万道攻击 向污秽的身前砸去 见到他的前肢出现断裂 红旭趁机上前 用剑刃斩断他的另外两只手 污秽被激怒一拳将红旭轰飞 稳住身形的红旭再次朝污秽攻去 虽然成功将他击退数十米 但自己也身受重伤可出鲜血 更严峻的是咒装的能量也已耗尽 他的身上也没有其他符咒 就在红旭一筹莫展之时 一道身影站在他的前方 正是我们的男主陆鲁 陆鲁转身怒吼吧 想要完成驱除全部污垢的梦想 就不要逞上 不然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就在这时蜘蛛污会恢复过来 但此刻的陆鲁却毫不畏惧 只见他一只手举起符咒 开始朝污污走去 在咒语结束后 一道耀眼的火光从他右手中站了 陈鲁已久的力量 在这一刻苏醒 只见陆鲁猛地轰出一拳 污秽的身体被直接轰碎 红旭第一次见到这么强大的力量 心中萌发出别样的想法 但陆鲁却告诉他 这股力量不过是诅咒而已